或者你拉一个水平线也可以,再点第二点 然后呢,它会出现是否删除来按空白键 这样的话,另外一个就出来,那请你再切换到东南等角 那这个大概就练习 那不过你会发现,这条线,为什么之所以会浮在上面呢? 其实道理很简单,因为我们刚刚参考的话呢,是参考到哪里呢? 参考到上面,因为上四角,所以上四角呢,只会参考到上面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这条线,它不是在上面,而是在下面这个水平上面的话 那很简单嘛,你就切换到哪里呢?下四角就可以了 因为呢,3D嘛,你如果切换到上面,当然就参考到上面 切换到下面,就参考到下面,这个部分的话,各位要有观念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 OK,那第一个就是大概了解,那除了这个之外,如果你要删除,那早期我们是选到,虚限选到 比如说我要把我做出来的进射呢?把它怎么样呢?把它删掉,你就delete掉就好了 选到,按你的delete,实际上就等于这个删除 所以这个删除功能呢,用的比较少一点点,到边就用delete就可以了 还有呢,其他各位可以再试试看,比如说复制,那早期复制有没有 这个复制功能,点下去,怎么复制呢?选它,对不对? 选到之后也是按空白键,或者enter 那怎么复制呢?其实你可以先刚开始,它会问你基准点 如果我内一点一点,这一点,然后复制到哪里? 你会发现,这个都是出来的,复制到一个,那你可以任意的地方 假设我们现在先随意复制,还可以再复制 所以你会发现,它有分身,马上就出来了 复制指令,按空白键结束掉 空白键开始,空白键结束,OK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,在稍微2D的功能的复制、进射 甚至偏移,还有像什么这个阵列,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所以各位试试看,进射跟复制还有删除 其他等一下再来看吧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